哈哈哈哈 哈哈 壞的俄羅斯 你知道嗎 我心裡痛苦看起來 大家好我是你 我是誰 大家好我是你 我是誰 大家好我是你 哈哈哈哈 我們兩個現在來到了超市啊 因為 距離戰爭已經是一年半了 大家我們來之前都想知道俄羅斯在這戰爭一年半過後 到今天為止有什麼樣的變化啊 包括這個超市里的物價 超市里這個商品的種類 跟我們一年前在俄羅斯相比有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 因為這個我們也特別想了解 因為我們也一年多沒回來了 今天啊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 非常感興趣啊 我們現在還是來到了這個俄羅斯的蔬菜區啊 還是老三樣四樣啊 土豆 原蔥 然後原白菜胡蘿蔔啊 基本上都是這些東西啊 其他的蔬菜種類就是特別特別的少 嗯 然後那邊是中國的大白菜 嗯 中國大白菜多少錢了現在已經 嗯 一公斤 一百五十九 一公斤一百五十九啊 對 一斤 八十六 八十六八塊錢 對八塊錢 呵呵呵 這麼小 對 特別小 嗯 現在我們來到水果區啊 嗯 你看我給大家看一下水果區其實就就就這麼大啊 大家目測所及的都是水水水果啊 但是大部分的水果有點香蕉 剩下就是梨 梨 梨有一點 然後剩下的就 就是蘋果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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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蘋果 然後那邊轉過去是什麼 橘子 橘子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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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十九 一百八十九 一百八十九蘆布啊 一公斤 對 喝多少 一斤 九十九塊錢 一斤九塊錢 你看 都壞了 就是這種樣式的 我們不是故意挑不好的 是 就這裡面都是啊 都壞了 都是這樣式的 一百八十九 我天哪 呵呵 唉 中國真好 有很多很多水果 很多老實人 不知道這個水果 就是沒見過 沒見過 就是天天吃蘋果橘子 對呀 對 嗯 我特別 我特別想中國 想回去了是嗎 對 你才來 我實在沒有 呵呵 我沒回來之前 就聽蘋果的朋友說 俄羅斯沒有可樂了 然後這次回來 真的見識到了 有可樂 有可樂 但是換成俄羅斯牌子的了 多布雷可樂 這個多布雷原來是 做那個果汁的 果汁的 果汁的一個公司 然後這是 呃 無糖的 那是有糖的 跟可有可樂做的 是一樣的 然後這種大瓶呢 然後那個是芬達 這個俄羅斯的芬達 這個牌子沒有學病 對 就是各種各樣的 噓 噓 噓 這個 這是雪碧 這是另外一個牌子的 雪碧 街道 街道 對 街道牌 這個是另外一個牌子的可樂 這是什麼牌子的 不知道 現在 現在俄羅斯有很多很多可樂 然後 不一樣 這也是 這也是做果汁的牌子 叫劉碧妹 這也是 這個也是 各種各樣的牌子 可樂 雪碧粉打 可樂 雪碧粉打 可樂 沒有打 各種各樣牌子的可樂 對 都是國產化了 第一次 這個 這也是可樂 這個是酷可樂 也不錯 大家看到這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感想 反正給我的感觸非常深 我們生活在中國 簡直是太幸福了 對 我們的國家給我們提供了 全世界最豐富的這個食品的種類 各食各樣的水果 而且在現在 在全世界這種金融危機 全部的這個物價都在飛漲的情況之下 中國能夠保持一個相對來說 一個非常低的一個價格 對 我們能夠用最便宜的價格買到最豐富的 這些種類的東西 真的是啊 大家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我們中國人生活的太幸福 太幸福了 其實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 我們能夠生活在 一個安定的沒有戰爭的一個大環境下 能夠享受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物價 全世界最豐富種類的食品 其實就是很多人在替我們負重前行 對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國家 感謝我們的政府 真的是 真的 真的是 對 你沒有 真的是 我們並不是說怎麼樣 說 說特意討好 對 真的是你在這個 生活在其他國家之後 尤其是你在俄羅斯 經過這些物價的這些對比 人們生活的這種 開心的那種這個環境之下 你就能感覺到真的是特別特別的好 俄羅斯其實俄羅斯人的平均工資不是挺高的 像這種超市的收入園 它的大概的月收入大概在3萬到5萬路過 對 而且每天還得加夜房 3萬到5萬路過很辛苦的 大家想想我們那個如果要是說我們給大家了解一個房價 你租一個特別小20多平米的 可怕得記得房子它的大概就是租金就2萬5千路過 在一個月才掙4萬路過 2萬5千路過 對 然後還有再加上那個物業費 物業費還得三 5千 5千路過 5千還是5萬2千 2千 3萬4千 5萬4千 6萬5千 6萬4千 5千 9萬4千 经常喝 它的这个甜度要比可口肯定要甜 然后气要比可口肯定要少 不好喝 就是还可以 但是 能尝出来区别 能尝出来区别 我都尝不了 也还行 没有喝这个酒 也还可以 没办法 喝这个可以 俄罗斯的商场已经完全的 变成了国产化的一个商场了 外国品牌几乎是看不到了 大家看后面这个牌子 这个是原来什么牌子 Zara 然后现在变成了这个牌子 就是它的替代品 你看这个也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US Polo 这个也变了 不断是 就是这种快销品牌像Zara 这种低价品牌也变了 这个是那什么 这个我记着 Timb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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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大铁链拉着 我们一年前走之前 这个商场还不是这样的 现在一年之后回来了 整个商场的格局完全是变了 原来还有几个外国品牌在坚持着 现在已经 对 都管了 能关的已经都管了 或者说有一些像Zara这些有替代的 对 它给它平替了 像我们那天看到那个 星马克 Starbucks 变成Star的 然后麦当劳变成真的好吃了 对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所以从这个最大商场上 我们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整个俄罗斯这个国家 它的这个 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正在逐渐走向这个国有化 但是这个商场 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品牌 也没有 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品牌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像安踏我知道 安踏在莫斯科有店 但是在圣美德堡还是没有店 如果要是说有的话 我为了支持国货 同时也是支持一波 我会不管什么价钱 我会毫不犹豫的买 买两件支持一下 但是真的是没有 没有没有 圣美德堡没有 对圣美德堡没有 这个安踏如果有人看到这个 给你们提一个建议 可以来到圣美德堡来 开个店 让俄罗斯人 圣美德堡人感受一下 这毕竟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对 很漂亮一个旅游城市 让圣美德堡人 也能用用咱们中国的东西 尤其是为什么现在都关闭了 Nike 阿迪达斯 对 Nike 阿迪达斯 天波伦 什么都没了 这是一个机会 不光是安踏 所有的中国品牌 这绝对是一个机会 对 很好的意见 对 如果要是说有 你说我这个自豪感 会更重要 真的希望 某一天能看到中国品牌在圣美德堡 对 嗯 哈哈哈 放门了 哈哈哈 去走坊 嗯 美了 哎 俄罗斯的姑娘没变还很漂亮 哈哈哈 真的真的真的很漂亮 嗯 真的是漂亮 你看这个是CK 现在 Jeans Club Jeans Club 什么 嗯 牛仔俱乐部 对 对 但是 衣服没变啊 对 这个是USPOLO 对 但是我感觉 再过个一年 它那个存货卖没了 对 也会换 换成其他的东西 嗯 嗯 现在卖的是存货 应该是 新品是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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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它不往这进新品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也不在这生活 哈哈哈 你也不在这生活 你也不在这生活 哈哈哈 你也不在这生活 哈哈 哈哈哈 没事 马上咱们中国品牌就要来 哈哈哈 我都这么说了你们还不来吗 哈哈哈 快来吧快来吧 你们要来了我全力支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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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呢带大家了解了一下真实的俄罗斯啊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啊 最后一点 我想回中国 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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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